那刚刚高校部长宣布 政府和私立的高等学府将会在10月份陆续复课 可以预料的是 接着下来将会有大批身在家乡的大专生以及老师 他们要动身回到大专学府了 那对于那些需要乘搭飞机才能够回校上课的大专师生 国防部长伊斯麦莎比利今天就宣布了好消息 他说马航同意为飞往东马或半岛的学生和教师 提供20%的机票折扣以减轻他们的负担 教育部和高校部将会在近期内公布给教师使用的线上订票优惠代码 他们可以从明天9号开始直到8月10号期间来订票 而航班日期的选择码则是从本月的10号开始到11月30号 至于学生则是需要先在马航网站登记成为会员 以获取20%的机票折扣 而折扣的截止日期同样是11月30号 部长也呼吁其他的航空公司一同来加入机票折扣的行列 为民众带来更多的优惠机票 除了机票的价格呢 伊斯麦莎比利也为那些要来往半岛和东马的国人捎来了好消息 国防部长伊斯麦莎比利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 基于疫情已经受到控制 因此凡事从西马飞往东马的国人抵达后不用再进行居家隔离 另外还有一个多月我国就迎来国庆日 以往每年都会举行的大型游行活动庆典 今年就没办法看到了 部长表示因为游行活动涉及许多表演者和观众 在无法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 政府目前不批准举办